向柳算是长相思中最让人憋屈的角色了 她明明有九个脑袋 九张嘴 可愣是一句情爱都不会说 在小妖的世界中 向柳是为她做过最多事情的存在 可她总是对小妖冷着一张脸 在人家想要靠近自己的时候 明明想要接近 却因为心中的大意 将小妖当成小丑一样去耍 不过说到底 向柳也算是陪了小妖37年 这在凡人的世界里 也算是相守了一辈子 对于向柳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而且她的大海贝 也只有小妖一个人住过 要知道 在娇人的世界中 海贝就是他们的家 男娇人在求偶的过程中 海贝拿得越大 就越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能顺利吸引心仪的异性 从小妖踏入海贝的那一刻起 向柳就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妻子去看待了 只不过她人品贵重 即便小妖在海贝里昏迷了整整37年 向柳也没有做过任何越界的事情 甚至连换衣服拉手这种亲密举动 都是规规矩矩的 能用灵力尽量用灵力 她可不会用自己这个魔头 玷污了小妖身为 号灵王姬的尊贵身份 而且海贝还有一层含义 那就是娇人求爱成功之后 用来孕育下一代的秘密基地 可这个含义 向柳从未对小妖说过 其实她并非娇人 即便拥有了海贝 也不会跟娇人的用途一样 大大方方说就好了 起码得让小妖知道 她在香柳心中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可香柳就是死鸭子嘴硬 愣是不肯透露其中的秘密 直到小妖发觉 自己会在水下呼吸之后 她第一次听到了娇人的歌声 也看见了娇人的哀潮 本想着走近一些 看看娇人到底长什么模样 可香柳却拦住了她 其实她大可以说明白 娇人在海贝里干什么 可香柳在关键时刻 却让自己的腹黑体质上升了 任由小妖去窥探 直到对方红着脸回来 她的嘴角才露出 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香柳的隐瞒 让小妖变成了一个窥探 娇人防尸的小丑 人家好歹是个女孩子 香柳就不能尊重一下小妖吗 让小妖看到如此尴尬的场面 难道她内心就不觉得愧疚吗 不过让小妖看见了也好 起码她亲眼见证了海贝 对于娇人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以后 看见香柳的海贝之后 心中会不会因此产生芥蒂之心呢 其实仔细追剧的观众会发现 小妖跟香柳在一起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让她可以自由自在地 发挥自己的情感 而屠山景 的确可以让小妖尝到爱情的滋味 可她并不是个能依靠之人 就算小妖跟香柳无法在一起 跟着哥哥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当真嫁入了屠山景 说不定还得忍受 屠山老夫人的白眼吧 明明香柳是最好的选择 可小妖却选择了屠山景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吧 可小妖却选择了屠山碧 不得人热心的 不得人热心的